U-bike 從 1.0 2.0 到 2.01 那如果你假如對 2.0 不熟悉的話 請點選上面的連結 還有詳細的介紹 那我自己本身就對 2.01 的電腐車有點好奇 就覺得說 它是電動車嗎 那一般 2.0 的話就是黃色 白色 跟 1.0 一樣 2.01 的話就是橘白色 因為電腐車還是沒有那麼普遍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先下載 U-bike 的 App 下載完之後就點選進去 然後右下角 2.0 按進去 然後就會來到 2.0 的頁面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是不是要找 U-bike 車車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這種綠色的有沒有 如果要找電腐車的話 一定要記得它旁邊有個閃電的標誌 然後我們可以點選進去 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可見有11台 然後看到美閃電的標誌有一台 那我們再按下去看看 它就會出現 它的車號跟它的電力有89% 好 那是不是我們就很清楚知道它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借 好 那今天就是也想要來體驗一下電腐車的騎乘的感覺 那今天我還是用 App 借車的方式 還記得嗎 按借車掃描 按下去 它有跟你講說前兩個小時每30分鐘是20塊 那還記得嗎 就是到頁面你可以用掃描的 所以我按掃描 好 尷尬 補足 好好好 來趕快來補腳 當你的U-bike發現就是有漏腳的情況 就請到 App 裡面 然後按左上角的這個功能鍵 按下去之後下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選項叫做補腳款項 按下去之後 然後它就會列出你哪些費用沒繳 確定之後你就可以點選它然後支付 好 這樣就繳費成功了 好了 剛剛發生一個小插曲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 我補腳完了 所以還是一樣來到掃描按鍵 那記得這個是要給卡片掃描的 然後這個就是給我們的 App 掃描 按下去之後 那因為這個還蠻好掃 我就用這個手機掃描 成功了吧 欸 好的好的 我的經驗就是大家的經驗 所以它說什麼 掃描服務請綁信用卡 OK OK 好 很尷尬 就是第一次接遇到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按照它的指示 所以我們就來綁定卡片 然後一樣到左上角的功能鍵 按下去 然後有一個卡片管理 那它這邊就有寫說 一個帳號可以綁定 我這樣 可以就按確定 好 那我已經其實綁兩個了 就沒想到還是要綁信用卡 那記得要借電腐車的朋友 要綁定卡片 所以右上角的新增 找麻綁定卡 按下去 欸 OK OK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我要先刪除 刪除 好 因為我刪除輕鬆付之後 然後就可以來綁定 然後他說綁定要扣一元的測試 OK OK 然後就來用信用卡 全台的支付綁定 然後這裡就輸入卡號 好了 綁定之後 按確定 這樣就可以騎車了 好了來 現在都搞定了 都綁定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這一次到底能不能借到呢 各位觀眾 好緊張 一波三折啊 可以 那就按確定 好 這成功就是直接把它拉出來就好 還送我一片葉子 是不是 接下來就來試試看 它騎乘的感覺 那電腐車呢 它的介紹啊 都有放在這個 算是儀表板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把它的費用打在上面 這個電腐車 它的那個電力啊 小於20%的時候 就要趕快去還嘛 那如果是低於5%的話 就沒有動力輔助了 坦白說 我現在踩起來的感覺啊 而且現在又是逆風 哇哦 那真美 好 現在又是逆風 所以我可以感覺到是非常輕鬆 而且你看我現在是三段 像這種這種風力啊 大部分的經驗就是 可能要切到二 會比較舒服 但是現在就是 你看完全就是 逆風 然後這樣踩起來 我終於知道說 為什麼有些人騎這個 就是說非常的順 然後我本來以為它有什麼摧油的 結果沒有 這個也沒有 然後加上它的那個煞車 我覺得它比一般的自行車 煞車更實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它因為安全旗艦嘛 這邊是不是有那個時速表 它如果超過25公里的時候 它就真的不會有電動輔助的感覺 就是說你就變成真的不能再加速 或者是你要靠著那個人力踩 會比較吃力 好那還有一點缺點就是說 它是電輔車 所以應該這邊就是它的電力的系統 所以你看它特別的重 它比那個一般的腳踏車 一般的U-bike重很多 我覺得今天這樣子騎乘下來 我的體驗是蠻不錯的 好接下來還車 還記得嗎 就是如果用手機APP借車的話 就不用再靠卡 然後對準好 插進去 好連結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要用這個借還車呢 因為你就可以靠完車子 就可以瀟灑的離開了 那今天的體驗我覺得還不錯 那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如果你身旁有通勤 或者是需要他去做運動 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的朋友 可以傳給他看這個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我們有個字幕 我可以拍攝 哎呀 你 在用力 我幫你找這個 讓大家討論